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小屁孩TV 貓咪的屋子終於動工啦 我們來看看一下進展如何 Yeah 貓咪的房子動工啦 好曬喔外面 真辛苦他們了 這個是第二天的進展 現在下著小雨 這些工人還在外面做工 振群牢 今天是第三天 看到嗎後面那片牆 已經蓋起來了 可是因為這個雨下太久了 所以他們也回家了 所以我們在明天再拍個視頻吧 Yeah 今天第四天咯 風和日麗啊 可是好曬喔 牆壁都差不多了 剩下第三根屋頂還沒做 應該差不多快完成了 今天是第五天 貓咪的房間要成型咯 還差屋頂 這內部的裝修就應該由我來了啦 今天是第六天啦 可是又下雨啦 最近都一直在下雨啦 好今天是不懂第多少天 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們就做很慢 所以我就沒拍到影片 這個是我們剛剛做的 就是隔著隔著的棉 這隔著棉弄到我 養到 明天他就上天花板了 這天花板今天他們上到這邊 因為他要等我們 所以他只做到一半 明天他來就能直接上了 你們都知道馬來西亞的天氣是這道 所以沒有這個隔著棉是不行 好我們就看明天的進展如何 我覺得明天應該是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 上天花板的人其實蠻快的 寶貝你在家等我齁 哎呦在門口等我真可愛 這個你看 看我們的小公主睡到這樣 Hello 我回來了喔 你發現到嗎 我回來了啊 你還在睡覺 起來了 歪歪你怎麼走到半路就趴在地上了 歪 你還好嗎 你們知道貓咪露出肚子的時候要怎樣嗎 就是 啊 玩肚子 拜拜我去沖涼了 這個天花板 今天就做好了 今天要有期 有期也滿了 就是 其中一桶 另外一個是防水 這個天花板 有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 木工 就是牆壁的板 像這樣 那我們會把它鋪在這些牆壁的周圍 太好了 哇 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昨天晚上上的墙板 然后前面的部分就上了两片玻璃 因为这边也是有这个墙板 然后这个玻璃挡着了 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要先装玻璃 还有很多片玻璃还没装 这些 这些全部都要装玻璃呀 好啦我们的小题牌日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跟分享 还有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下个影片我们也是会跟你们介绍这个 猫咪的小乐园 好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快点跑